Hello,大家好,我是Mike 那今天是我们的第六课 我们来聊一聊ERP还有上星产品 那ERP是什么? ERP简单说它就是帮助卖家管理的一个软件 可以帮我们快速刊登,打单发货,数据采集,店铺搬家,还有数据统计等 那下屏幕前支持的ERP有 马帮,电小蜜,超级店铺,芒果店铺,义丹等 就基本上主流的ERP都对接了 它们功能大部分都差不多 只是有一些技巧的差别而已 那这里以电小蜜为例 因为Mike用的是电小蜜 首先,如果它们如何 它们关键是差不多的 就一般你是登录ERP 然后登录你的下屏店铺 就可以完成键 如果你没办法板定 可以联系ERP的客服去了解一下 一般这个操作很简单 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另外,对,关于电小蜜它的操作非常的清晰 关于视频还有文档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到电小蜜的官网去看一下 下面我们主要讲一些官方没有讲的一些小技巧 第一,它有一个P量编辑 就到我们采集很多产品 比如说我们去阿里巴巴采集了10个产品 我们可以同时P量编辑 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改 不然效率还是很低 第二,数据引用和翻译 如果我们的产品里面的选项比较多 比如颜色或尺码比较多 但虾皮它目前只能支持20个 那我们可以分为多条链接上架 对吧,那我们比如我们先上了一条 第二条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前面那条的数据 把它的选项改为新的选项就好 然后其他的图片描述标题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引用功能非常好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看一下 另外它也支持中文转英文 中文转繁体的快速操作 这里,还有这里 第三,它还有一个店铺搬家 店铺搬家就是 比如我们有多个站点的店铺 比如马来,台湾,泰国和新加坡 我先上到马来 官方它有一个数据 导出为表格在导进去的一个功能 但那个操作步骤有点防锁 而且可能有点难 但内小米它有一个店铺搬家 它可以一线认领到这些其他站联的店铺 第四点,它有一个店单标记 就比如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订单 它突然缺货或是暂时缺货 我们可以通过颜色去标记 这样我们的配货人员在配货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的识别 因为它在这里会有一个颜色 后台是没有办法这样标记 它可以备注 但那些备注你打单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订单标记功能是比较好的 第五,还有定色发布 这功能最大的作用就是 我们可以编辑好产品信息 然后在高峰期的时候再上产品 但我们不用去盯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定色 所以在高峰期上产品 它可能会曝光更大一些 那关于各站点的高峰期 这里也写五间,晚间,五间和晚间都有 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些高峰期去上产品 好,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就是在选项里不要写中文 你用点小笔写中文它可以上下 但你如果有一天用表格导入的时候会失败 因为有中文 第二,加皮的详情页不支持图片 它只能放在九张主图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详情页 你现在要放在主图里 详情页只能写文字 它这是加皮的一个特点 没有为什么 第三,选项只能20个 实际上它目前有出了一个双向 双程选项的功能 能拓展到40-50个 但那个新功能还不稳定 所以目前大部分只能20个 使用电小笔只能20个 第四,除了亚勒巴巴、淘宝、数码通 也可以在小笔上采集 电小笔可以直接在小笔上采集别人的产品 当然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方有水印或者圆图 它是可以投诉你的 严重的话会扣分或者关店 所以一般就要不要轻易采集别人的产品 第五,邦南亚上的莫证 都是上英文的标题、描述和详情 还有上传之后 平台会帮助你 翻译为小一种语言 比如说你上到泰国是英文 但过一段时间它会帮助你 翻译为泰文 第六,关于上星 其实有一些更快的办法 那就是用插件去复制别人的产品 淘宝上有很多这种插件 你可以看一下 但这种方法就是速度快 但它风险也很大 因为它可能会被判为重复扑货 或者遭到别人的投诉 所以使用电小笔它可能会慢一点 但它相对安全 因为你可以平常去编辑一下 好,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祝各位早日大卖 好,谢谢大家